王思佳笑說當初開頻道就立定志向 初始提升就要重磅出擊 今天是個浮誇的一天 因為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還記得我出了兩組團隊 就是要拍那種就是那種很像走秀的感覺 然後我還跟我的女生朋友說 我跟你講每個人一定要盛裝打扮 我就是要一步弄的就是很像 家家大酒家的感覺 就是因為我就想說 第一支影片你一定要震懾住大家嘛 不然你為什麼要花錢做這件事情呢 因為他畢竟是一個投資 8月拍完10月才推出可見高度要求 加上作風浮誇有話直說的鮮明特色 王思佳接連開闢網美掏心事 仙姑來解答等單元都大受歡迎 要升許多人的心靈顧問 頻道觀眾8成都是女性 年紀最小粉絲只有14歲 不到一年就突破10萬訂閱 那個彩虹的LOGO 其實是我老公幫我設計的 這是一個很有愛的頻道 他也不是這個的專科 他就是自己幫我設計 如果當時他沒有幫我設計 這個LOGO可能我的動力也就沒了 想說算了算了這樣 老公主咪 哈哈哈哈哈哈 哈囉大家好 我是王美王思佳 想知道我如何從一眼轉戰 YouTuber的話 請大家準時收看TVBS當掌聲響起